应该不是那个吧 不 有可能是 不不 一定不是 可万一要真是呢 这位小姐你好 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我是风担钓鱼协会代表 德拉罗斯 两位有什么需要吗 原来是两位冒险家 我可把你们等来了 我就说 你果然在烦恼什么 我们是超级有经验的冒险家哦 只要付出一点点魔拉 什么烦恼都帮你搞定 太好了 我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帮手呢 因为最近 伊犁耶岛上一个钓点的鱼群消失了 鱼群是突然消失的 所以 不可能是被我们钓完了 作为风担钓鱼协会的代表 我本打算立刻前去调查一番 确实 但是身为风担钓鱼协会的代表 我手上还有没法脱身的其他事 所以 那下一句肯定是 所以想要委托两位调查一下 确实 所以想要委托两位调查一下嘛 两位究竟何方神圣 难道是童话里的占卜大师 我们是超级有经验的冒险家啦 那真是太好了 这种委托只有交给你们 我才放心 不就是调查鱼群消失的原因嘛 听起来也不是很困难呀 不 两位请不要大意 作为风担钓鱼协会的代表 我有理由怀疑 鱼群消失的原因是碰到了水腰 两位都不是风担人吧 在风担童话里 有一只生活在水里的可怕生物 叫做特尔克西 大人们总说 小孩子不可以独自跑去水边 否则就会被特尔克西抓走吃掉 那就是水腰 吃小孩的水腰 它是什么样子的 我父亲说 它是一条彩色美女蛇 我母亲则说 它有一副英俊的面孔 不过也有人说 那是只充满迷惑性外表的胖企鹅 真奇怪 虽然大家对外形说法不一 但一致认同它很危险 它住在白骨环绕的水下洞窟 能够嗅到孤独的气味 并依此找到落单的孩子 然后 它会用天籁般的歌喉 蛊惑它们走入水中 最后 挖的一口吞掉它们 是不是超可怕 呃 虽然是有点吓人了 但这毕竟是童话吧 为了不让孩子靠近水边 编出来的那种 可是 说不定童话也有个真实的源头 就跟水脉一样 倒也不算证据 只是听说了 听说最近 有人在那附近见到一个孩子 愣愣地走进了水里 着了魔一样 这不就像是被水药害了吗 什么 真的出现了被水药吃掉的受害者吗 也是小道消息 所以还不能确认 但我又想到 十发地 可是一里野岛呢 那可是个很厉害的地方 割剧院和陆景全都建在那儿 众多水迈的源头也在那儿 还有鬼爵的迷雾 杀根地底的巨木 甚至还有传言 那里的龙溪会说人话 这样一座被传说笼罩的岛屿中 隐藏着一只可怕的水妖 难道不是很合理吗 真的假的 越说越玄乎了 不过 要是真的出现了受害者 我们也不能放着不管了吧 太好了 我把那片水域标注在你们的地图上了 不管结果如何 两位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才好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新鲜 不会又有受害者吧 我们快看看附近还有没有别的线索 等等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什么东西 不要过来啊 太忙 旅行者 抱歉 忘了还带着这一口 飞 飞米尼 你还好吗 派萌 虚惊一场 原来是戴着头盔的飞米尼 我还以为是水妖呢 水妖 又是特尔克西 真意外 又是 还有别人在调查水妖 不 和你们的情况好像不同 嗯 如果是你的指令的话 那是我的一位雇主 他看中了我在发条工房 寄售的玩具企鹅 通过老板联系上我 委托我定制一款特别的玩具 应要求 这个玩具就取名 特尔克西 居然用水妖的名字 有种不太吉利的感觉 啊 对了 我记得飞米尼好像不太会接受别人的委托吧 对方有特殊的原因 但涉及到隐私 所以 我不太方便详述 但没关系 待会儿雇主会过来查看进度 我会说 你们是可靠的伙伴 这样他也许会告知一些信息 你们也可以继续调查了 嘿嘿 虽然飞米尼说话冷冷淡淡的 人还是很体贴的嘛 不过我们的目标也不一定是水妖 我们主要是在调查鱼群消失的秘密 那是 我好像想到了一些事 最近这段时间 我每天都会下水测试特尔克西 他的压力实验会闹出不小的动静 所以 那个 没错 鱼群可能是被我吓跑的 就因为这个吗 居然意外的有道理 那难道 我们听到的那个着了魔一样 走进水里的孩子 该不会 我也 我也这么认为 好嘛 搞了半天原来是飞米尼 我还在想童话里的水药是什么样子呢 结果是一条大乌龙的样子 抱歉 似乎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会尽快完成工作 鱼群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谢谢 但不能再麻烦你们了 客气什么呀 我们不是可靠的伙伴吗 伙伴就要有伙伴的样子 但 你们不用去回复委托吗 这你就不懂了 别看钓鱼协会现在没有要求把鱼群找回来 但如果告诉他们 都是一场误会了 他们转头就会提出新委托 请我们帮忙找回鱼群 别问我们为什么知道哦 没错 所以早点帮你完成工作 就能早点让鱼群回来 我们也就能少跑一趟了 原来是这样吗 你也这样认为吗 那好吧 如果是你的判断 我会遵从 请跟我来 那边 是我的临时营地 哇 这就是特尔科西嘛 长得和佩依差不多呢 也是企鹅的样子 嗯 如果特尔科西在企鹅小镇 应该会和佩依成为好朋友 不用在意 是个 不怎么起眼的地方 喂喂 特尔科西 你好呀 你会打招呼吗 原本是有安装语言输出模块的计划 但考虑到工期问题 中途还是放弃了 现在特尔科西 只能输出主板里洗好的信号码 但无法转移成我们能理解的语言 所以还不算会说话 不 不用说得这么专业 我们能听懂 你是想要我们帮你完成 这个什么语言模块吧 不 那不必要 雇主也没有这个需求 只是我自己的小尝试 想请你们帮忙的 是另外两件事 一是对特尔科西的操作主板 进行回路调试 确保他在大部分情况 都能很好的工作 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复杂 那第二件工作呢 第二件工作也简单 只要去水下 寻找一些彩色贝壳 珊瑚这些材料 用来制作特尔科西的武器 居然有武器 特尔科西还要战斗吗 嗯 特尔科西要像英勇的王子一样 高举着武器前进 这是那位雇主的需求 这位雇主还真是有想法 给特尔科西起了一个水妖的名字 却要求他拥有王子的样子 无论水妖还是王子 特尔科西诞生的目的都没有变 他和佩依一样 是为陪伴而来的 哇 特尔科西又在说什么了 他能听懂我们的话吗 他可以对一些关键词做出反应 不过因为缺少自转一模快的原因 所以 很抱歉 他还不能交流 真遗憾 算了 我们还是快点开始工作吧 就从 就从调试主板开始吧 听起来在营地里就可以完成 好 主板在我的工具台上 请跟我来吧 就是这里了 我有一份调试手册 如果不清楚 可以看看 现在要试一试吗 就算失败也不用担心 我有很多备用主板 如果是你 一定可以的 这种工作果然难不倒你 嘿嘿 我们可是接手过很多类似的活呢 那接下来 我们就去水边吧 和之前说的一样 我们的目标 是水下的彩色贝壳和珊瑚 对了 你们应该对风丹的水下环境 还比较适应吧 那就好 如果感到不舒服也不用慌 我会一直在你们身边 菲米尼先生 你回来了 我就猜到你去水下了 祖利亚德斯特雷夫人 抱歉 久等了吧 特尔克西的进度很顺利 不用着急 我只是雇主 可不是监工 说起来 这两位是 他们 他们是信得过的伙伴 是来帮忙的 嗯 看得出来 可靠的人身边 通常也会是可靠的人 祖利亚德斯特雷夫人 你好 你就是菲米尼的雇主吗 我是派蒙 这位是旅行者 你们好 这位大朋友 和小朋友 你们两个真可爱 像屋檐下的小精灵 你们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真的吗 当然 如果我的孩子 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也许就不会沉迷在水妖的故事里 我也就不用麻烦菲米尼先生了 沉迷在水妖的故事里 你们还不知道我的事吗 我以为菲米尼先生 已经告诉你们了 菲米尼说了 那是夫人的隐私 不能随便透露详情 原来如此 菲米尼先生比想象中 还让人放心呢 我觉得 既然两位是这次的帮手 让你们了解详情 会对之后的进程更有益处 不过未经允许就像他人大道苦水 实在有些失礼 所以 不知道两位愿不愿意听呢 祖利亚夫人 如果有事让你烦闷 就尽管说出来吧 你都夸我们可爱了 我们也会想办法 为你排游解难的 真是让人喜爱的小精灵啊 那让我想想该怎么说吧 你们应该都已经知道水妖的故事了吧 为了让孩子待在安全的地方 大人编出了去水边 会被水妖抓走的说法 但我家孩子很特别 别人害怕得特尔克西 他却很迷恋 迷恋水妖 好强大 嗯 他曾告诉我 也许大家都对水妖有误解 水妖只是感到孤独 所以才想唱歌给孩子们听 为此 他常偷偷独自跑去水边 是觉得水妖孤独 所以要去和水妖做朋友吗 真是与众不同的想法 谢谢你小排猛 他确实与众不同 所以才八岁 就确诊了孤独病 嗯 一种心理疾病 病人时常会感到深深的孤独 对很多事也失去了兴趣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 他才想和水妖做朋友 怎么会 那这种病严重吗 假如派蒙一天能和旅行者说一千句话 得病后 大概就只能说一两句了 那怎么行 快让医生把这种病赶走了 我一天至少要和他说两千句话 少一句都不行 我的家庭医生已经介入了 但因为病例不多 所以一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案 最近他还出现了新的症状 比如失控性幻想 什么什么 失控性幻想 就是只控制不住的沉迷幻想与幻觉 混淆现实 那 那他在幻想什么 一个他小时常跟我提起的梦 我把他最近断断续续的一语记录了下来 是这样子的 好厉害 这些都是夫人的孩子幻想出来的吗 他为特尔科西 打造了一个可爱的童话世界呢 就像 但也许美梦都不长久 后来 这个故事发生了变化 臨敬 scale 帮学quote 吸筋 再 吸 niin 吸 inc 吸音 受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 是这样的幻想带来了孤独病吗 应该说 是孤独病带来了这种糟糕的幻想 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儿 在于 他自己也渐渐地陷入了那个童话世界 那可怜孩子模糊了幻想与现实的分界 他开始把自己当成了特尔克希 也许在他的感受中 他长久以来的孤独 等同于一位失去所有的王子的孤独 这就是时空性幻想吗 快帮他控制一下呀 多数时间 他都跟现实隔绝了似的 我和医生讨论过 现在最好还是从引导他的幻想入手 他曾打算把他幻想出的世界画成绘本 因为病情 绘本最终只停留在了第一页 这个绘本就是突破口 给 你们先看看吧 原来祖利亚夫人的孩子 也觉得特尔克希的形象是一只企鹅 他看起来很悲伤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帮他完成绘本 但我们会画下这样的内容 在伙伴们的帮助下 水妖王子夺回了他的王国 我们要把孤独和悲伤赶走 让他感觉到世界充满希望 这就是引导幻想 可如果只是要完成绘本的话 为什么要菲米尼做一个特尔克希呢 因为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个绘本 就像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一样 所以我们要和特尔克希一起踏上旅程 一起夺回水妖王国 但是 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没法出远门了 我才拜托菲米尼先生 制作了一个特尔克希 然后再把和他一起的旅程 画成绘本 是替身 我有点明白了 祖利亚夫人真的很用心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要去哪里找水妖王国呢 赛洛海源的水下有一些遗迹 我拜托菲米尼先生去搜索过 就把其中一座遗迹 当作水妖王国 哦 就像演一场 戎床水妖国的戏剧那样 把遗迹里的魔物赶跑 就相当于把水妖王国的魔物赶跑了 对吧 不 不是演戏 像祖利亚夫人说的 我们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不把它当作是真的 就不叫认真 那应该叫假戏真座 不不 应该叫沉浸式利险 哎呀 好像也不是 算了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都能报上吗 对吧 好了 大家不用这么严肃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相信我的孩子 就当是她太喜欢她的梦 暂时不愿意醒来好了 祖利亚夫人 要乐观哦 各位 如果我们也忧心忡忡 病人一定会被传染的 嗯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回家看看我的孩子了 为了让孩子在好的环境里休养 我暂时搬来了那边的山坡上 离水不远 又有很好的视野 如果有药警事 可以过来找我 知道了 祖利亚夫人 对了 因为有这两位朋友帮忙 特尔科西的进度提前了 预计明天就可以完工 真是个好消息 谢谢你们 既然这样 出发前往水妖王国的时间 就定在两天后 我们在这里集合 好吗 那么两天后见了 各位 祖利亚夫人 真是一位乐观又坚强的女士呀 不过 菲米尼 你说她的办法真会有用吗 我们去帐篷那边聊吧 刚才 祖利亚夫人在 我也有些话没说 怎么了 你应该还是第一次碰见这种病人吧 我知道你非常强大 你刚才就一副我都清楚的模样 甚至还有 要是你们不能接受坏的结果 我宁愿你们现在就停下 我不希望你们因此而难受 对对对 我也是跟着这位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见过了很多大风大浪哦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不会害怕 这样吗 明白了 那我们就一起完成这次真实的幻想力显吧 不过我刚才就想问 既然这种病这么麻烦 那你觉得这个办法真的会有用吗 做一个玩具 把它当作特尔克西 找一座遗迹 说它是水药王国 然后把这段历险 画成绘本给病人看 我想 会有用的 那孩子产生了幻想 就代表他想要挽救自己 只是他无力控制 才任由内心的王国崩塌 但如果我们帮他控制幻想 帮他从黑暗中逃脱 就像帮施语者重新说话那样 我相信 事情就会不一样 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 菲米妮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的 可能 可能因为我也幻想过 就像那孩子的童话世界一样 而且 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帮助 所以我相信幻想的力量 你记住了呀 什么奇恶小镇 我怎么不记得了 也是个童话世界嘛 快给我说说 喂喂 为什么突然带上那个 是我的一点 一点个人习惯 请不要在意这个 总之 奇恶小镇是一个安宁的小镇 那里住着很多奇恶居民 他们都很擅长制作发条玩具 而佩依 则是凯旋的英雄 是小镇里默默守护大家的人 佩依 可佩依不是你做出来的吗 但我也常常想 或许后来 是她感到了我的需要 才来到我的身边 所以不是我制作了佩依 而是佩依 选择了我 完了 我怎么觉得 菲米你也开始有点 失控性幻想了 不 我能分清现实 我只是同时认为 认为那个幻想的童话世界 也存在着 他们可能藏在 不容易发现的角落 只在某些特殊时刻 才降临到身边 特殊时刻 戴上浅水头盔的时刻吗 有时 偶尔 真的假的 我只是随便说说 你们有没有 从水里往外面看过 就像躲进另一个世界 回头观察我们的世界 那感觉 很特别 既有点陌生 又觉得被保护着 戴上浅水头盔也一样 在那种时刻 就有可能看到一些 一些美好的东西 好像童话在那一刻成为了现实 跟奇迹一样 奇迹 如果是你的指令的话 喂 现在不是干这种事的时候了 菲米尼还要花时间 去做特尔克西的武器呢 对 派蒙 谢谢你提醒我 我还要去取一些 制作武器的工具 要在明天之前做好才行 头盔的话 以后一定还有机会 旅行者 派蒙 感谢你们来帮忙 我就先离开了 我们两天后 在这里集合吧 你们两天后 都说不容易 可以吃我们 还不在意 咱们 咱们